大家好 今天是3月19日 星期六 自从美股今年开始调整 其实有些读者都叫我介绍一些传统股 传统股 我自己觉得传统股来说 我自己本身是有麦当劳这个股票 当然我没有拿了几十年 都是五六年课 很多读者 他们会觉得这一类 可能你已经听过麦当劳赚钱的模式 但我觉得不是每个读者都有听过 所以我也会分开两集 主要是根据2021年 麦当劳的表现 跟大家介绍麦当劳这个股票 很多读者 特别是比较年轻的 特别是当股市上升得很厉害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些是老饼股 就是老饼股 老柴股 比如说 可口可乐 麦当劳 甚至有些认为美国运通 Visa 这些是老饼股 以回报来比较 可以这样说是没得比的 你可以说是没得比的 但问题就是 我举一个例子 在港股里面其实其中一只 其中一只 我买了我觉得最满意的是 中电 真的 我觉得最满意 另外一只就是领截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第一 它们相当稳定 第二它们的股息很好 我不是买了很多中电 因为中电一手是五百的 五百股 我买了都是一万左右 但是它真的每三个月就派一次息 接着现在三月二十多日 就是下个礼拜 它每一股又派过几 差不多它等于我 就是它大概等于我收租 但是你看到它的股价是不下跌的 即是它的股价是保持住 即是说我类似收租 在现在这麽恶劣的情况之下 一直都提供着现金流 大家可能想一样 就是短期 那你都是一万多股 就是一万多元 对不对 一年都是几万元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可以收几十年 等于麦当努一样 差不多是一定有的 很稳定的 那这些是科技股没有办法 可以 你也不可以这样去比较 因为科技股是不会永远这样去升的 我觉得一个组合里面 你有适量的分散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你适量的分散是你要熟悉它的股票 所以我不会跟巴菲特买西方石油 因为我不熟悉这个股票 可能它很熟悉 但是我不熟悉 所以我不会买这个股票 但是我相信麦当努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是不熟悉的 而大家如果在香港 当然有一些读者是在海外的 你很容易感受到麦当努的加价 你很容易感受到麦当努在疫情里面 它的反抗能力是很强的 因为你看到麦当努的外卖是很快的 刚刚我才去买完麦当努 那你会看到它的反抗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我不会说因为是一只很老柴的股票 就不会跟大家说 总而言之是带给大家长远的收益 我都会跟大家介绍 我不会去拘离于说这是不是老柴股 这是不是新经济股 这是不是旧经济股 我不会看这些东西 总而言之黑猫白猫捉到老柴就是好猫 还有我大部份选择的股票 都是你每天身边会用到的 这个是我选择的原则 如果那些股票 例如Lockit Martin这类 我都可能会买的 因为它有Monopoly 但大部份我买的股票 都是大家身边的东西 身边的东西又有些垄断优势 最重要的是它加价 你又要卖又要吃又要用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 你看到螢光幕这个问题 你问我的答案是yes 即是你股票组合里面 是应该要有麦当努 是应该要有麦当努 这是我的答案是yes 我相信在过去四天 大家都会满意 因为你看到美股是涨了很多的 很多读者 他会说港股也涨 但是港股涨 你的股票是否会涨 港股涨 你的股票是否会涨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200 即是我们去到200 那就搞定了 银也涨很多 那就去到42% 今星期我就不放了 即是今星期六 我就不放了 那我要下一个星期 即是在下一个星期再买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旧的收费版 那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的网织 那你进去看就可以了 那这个答案是yes 如果你问我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买美股 你一定要有麦当努这个股票 那我们今天讲上半部 即是如果我一讲完 很长很闷的 那我讲一些其他新闻 那在网上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片段 在网上你也可以看到 但是不要紧 那我们 处理了一些图片 那接着呢 用了刚刚过了那个 2021年 麦当努的业绩报告 那跟大家讲 大家会比较新鲜些 因为拿最新的数据 那老规矩 那我们YouTube投资筆记 就是120元一个月 每个月就7至8个视频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全部都是 100%都是美股的了 行指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讯号 因为过了星期五 其实成交也是很大的 但是它是跌了88点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有人开一半的成交 是用来沽货的 成交大不一定买的 可以买的成交也是大 那么大家看到很多 譬如阿里啊 腾讯啊 那些都跌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会 持有这些股票的了 其实是 现在你港股可以持有 你看到我们的组合 或者我自己呢 持有些好功用股 比如说领展啊 煤气啊 这个中电啊 越海啊 这一类就是相当之 我们叫做相当之民生的股票了 那所有其他这些 科技板块啊 成的那些 我们全部都不差的 特别是 跟中国有关的股票呢 最好你不要差 最好你不要差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麦当劳呢 基本上跟现在这个中信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它卖给国内的中信了 那其实坦白说一句 没有关系 好过有关系 因为你有关系呢 就更麻烦 那昨日的道指 最后都是升了 那就升200多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道指不是跌了很多 你看现在呢 差2100多点 差8% 道指就创新高了 也不是很难的 也不是说差很多 你看到 NASDAB 是14000左右 也就是差200多点 就是 差2200 2200左右 2200左右 就是10多个百分比 所以 你看到两大指数 其实你要创新高 也不是很难的 我们先说一些新闻 大家应该看到新闻 拜登和习主席 已经通了这个电话 你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演绎 新华社的演绎 新华社和白宫的演绎 是完全不同的 新华社的演绎 有很多东西 但是呢 其实 怎么说呢 白宫 基本上 白宫想说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不要对俄罗斯 有任何实质的援助 白宫所表达的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想动你 因为你想想 拜登会不会这么有空 打个电话给你 叫你不要帮俄罗斯 我想他不会 他没有这么有空 就打电话给你 所以问题就是 我相信他是准备制裁中国的 其实基本上 如果不是他不会特意做这件事 就是我做完最后那一步 告诉你 你现在在做的事 我是制裁你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逆着全世界去做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将俄罗斯 等于是一个魔鬼 那你居然 你很简单 你只是看联合国安理会里面 每次他都投反对票 那你还不是见到他那一遍 那你见到拜登 做完最后这一步 我估计他很快就会制裁中国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证监 现在中国所说的 中国的股市境外上市 就只有在香港 只有在香港 因为你上任何美国陈比 如果美国陈比 他就不会赶你走 其他所有的市场 基本上都是集不到资的 那当然不会让你去台湾上市 也不会让你去日本 韩国那些上市 英国 欧洲都不可以 欧洲都不可以 那他所说的境外上市 其实就只有在香港 就只有在香港 新加坡可以的 但他就不能集资 所以这个问题 你看到他就说 我呢 就采取一个明确的方向 希望那些美国投资者 就不会忧虑 这是多余的事 他如果不忧虑 就让你继续在美国上市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看到 这个 就是我不排除他会把那些股票 没有订置 就放出来香港上市 但是这个问题 当年 就是当年 鬼佬他都不来投资的时候 那你放来香港上市 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那个港交所 又会不会有很多 就是成交出现呢 我觉得就不会 关于这个外企呢 在俄罗斯营运这个问题 你不得不佩服这个麦当努 是 就是他的计划是好的 原来呢 鲁加坑和马沙这些 他走不了 为什么呢 他那个Fanchise 因为跟别人签了约 所以他走不了 那当然 你可以说Fanchise 自己做吧 但是他合约上他走不了 但是原来呢 麦当努在俄罗斯呢 很多都是自营店 那我是自营店 的话 我把那些数据都走不了 那我可以 就是 不好意思 我们关门了 那我计算了些粮 计算了些薪金 计算了些薪金 那麦当努就走不了 对不对 麦当努每年 每年 在这个俄罗斯的营业额 是五千万美金 五千万 损失不算大 对于麦当努来说 那个 营业额的损害 其实是很轻微的 好 那我们先说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麦当努 上一集 先和大家比较一下 其他在美国的速食公司 大家看到 其实麦当努在这两年多的疫情里面 只有2020年 它的增长是放缓的 没有亏钱 但是增长是放缓 那大家看到过去五年 麦当努的股息是两来三 然后它过去五年 股价是升了84% 那至于相当类似的Vendis Vendis 你看到它过去五年的股价 都可以的 升了65% 那股息率是两来二五 那当然 跟着这些 它的市值 都是跟麦当努相距很远的 麦当努的市值是1776亿美金 Vendis只有47.9亿美金 那下面这个 它叫做餐饮品牌国际 其实只是Burger King Burger King 大家看到过去五年 只是增长了7% 那股息率是三来七 市值很低 180亿美金 都算是低的 只有十分一个麦当努 那这一股价是很低的 那 那 Chiboky 是一个很难比较的 因为Chiboky 是很年轻的 相对于他们来说 Chiboky是1993年的 现在差不多未满30年 29年 但是麦当努和Vendis 这些是很久的 那大家看到 Chiboky在过去五年 是升了2.8倍的股价 没有股息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些 去直接比较的 那麦当努不是靠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麦当努 他并不是靠卖东西赚钱的 他并不是靠买包 买薯条 那些赚钱 完全不是 那麦当努是靠什么赚钱的呢 那这个呢 大家背熟他就可以了 那第一样 麦当努 主打产品 汉堡包 是不赚钱的 可乐薯条 就赚很少钱 那他的供应链 就赚中钱 什么叫供应链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 譬如说 你拿了一个Fanchise 你一定要跟他的供应商去买 没得选 这个呢 他就赚少少钱 但其实麦当努 最主要赚钱呢 最主要赚钱呢 你就这样看下去是Fanchise 其实麦当努最主要赚钱呢 是房地产和租金的 那一会儿就会和大家说 麦当努的获利模式 他根本不是靠卖食物去赚钱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已经到了20多年前的事 我记得在2002、2003的时候 那我和我的伙伴 曾经想过 那当然 最后做不到 因为没有钱 那就是在这个广州 当时可以申请麦当努的Fanchise 当时 现在香港已经没有了 香港已经没有了 香港已经没有了 那不是所有地方 他都给你去申请Fanchise 其实应该都会发达的 大家看看盈哥莫这个 在两年前 全世界有38,695间麦当努 现在应该有4万间 那有超过93%是Fanchise 即是特許经营 就不是他自己走的 在1980年 麦当努的股票 股价是过百美金 刚刚都读了给大家听 那就是二百多元 那是赚到笑的 好了 你要去投一间 麦当努的特許经营 那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手上 就有资金25到50万的美金 即是你预港元300万左右 第二 你可以向银行借170万美金的资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机会要借 就是这么简单 第三 你首先向麦当努付Fanchise 就是四万五千美金 四万五千美金 四万五千美金 即是三 八五中四十八四三十二 即是三十五万港元 其实你能够满足以上的三个条件 基本上你都挺有钱的 基本上 那有什么需要去参加呢 就是 你要参加一个为期九个月的培训课程 如何去找一家麦当努 请人 如何去联络他那些中央处理 物资物料等等 就是Jones N 那些东西 他会给你一个地点 你没得选择 即是你这家麦当努在哪里开呢 是他所作的 而不是你所作的 还要签一个二十年的长约 即是你要承诺租二十年 所以你看到很少麦当努是倒立的 那在这个合格里面 你是每个月就将你的销售项 你听清楚 是Sales Amount 并不是那个Profit 是Sales Amount的4% 给麦当努 另外你要给一大 即是你要给很大笔的固定租金 简单说的就是 你好像当上期按金 这样 即是你每一个period 你都要交上期按金给他 或者根据你每月的销售来计算租金 他不会输给你的 因为他可能应该是买了那些地方 那接着就是用你的钱 跟麦当努的规定 用来做仓修 另外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面 但是购买任何最新的设备 你是不能反对 而且是用你自己的钱 简单说句 即是麦当努是一定赚你钱的 那你说 喂 是不是一定赚钱呢 其实也是赚钱的 但是你赚的钱 远远少过 你赚的钱 是远远少过这个麦当努 我看这个报道里面 就说 譬如说这家麦当努 是你赚钱的话 你一年 其实也有机会赚到十几万美金 即是一百万一年左右 是那个owner 是owner 不是个伙计 譬如说你一个月的港元 你都可能可以赚到七百万 很生意 但问题是麦当努赚的钱 是远比你多的 帮大家计算一计 这个是2019 2021年的综合财报表 帮大家计算一计的数 你就知道我没有说谎 自营店的经营利润 是17.4亿美金 全年我说一年 不是说一季 但是加盟店的经营利润就厉害了 是107.5亿美金 是多了这么多的 我说的利润 不是说收入 我说的利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自营店的行业的行业是很高的 但是刚才大家听到 我读完那个加盟店 其实简单说 它根本就不用出任何东西 它只不过是和你分钱而已 好了 192021年的纯利是多少呢 60.25亿 47.31亿 以及75.45亿 即是说在2020年 美国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它是赚少了 但是它是没有赚到钱的 你看到纯利率就知道了 19年的纯利率是28.2% 2020年就跌了 24.6% 但是去年 2021年 即是说下半年 美国已经没有疫情 就立刻弹回到32.4% 纯利率32.4% 已经是很高的 这个就把它化成了 经调整后的每股盈利 大家可以看到 2019年的经调整后每股盈利 是7.84% 2020年 即是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6.05% 接着去年下半年 开始没有疫情 就是9.28% 简单说 三年下来的平均 就是7.72% 即是说 它平均每年的增长 股价是8.5% 再加上两来三个股息 即是说 如果你买麦当劳 股价加上股息 每年的平均复合增长 大概是10.8% 那大家可能说 哇 10.8% 那么少 第一 它跑洋通胀 第二 如果每年都10.5% 很过瘾 为什么呢 你五年六年 股价就回了一倍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大家集中看我红色的雷尾巴 因为你现在不用看它的自营店 它自营店应该是没什么钱赚的 它不亏也不赚 最主要就是看特许经营 你看到特许经营 你看到特许经营 美国和这个 是差不多的 美国高一点 60.94亿 60.94亿 百万千万亿 60.94亿 而这个国际 就是56.38亿 差不多 其实 你看这个图会更加清楚 它那个销售 2021年就低了一点 因为之前来说 美国是佔四成的 那现在刚刚2021年就佔38% 那International就佔53% International 大家看到在美国的销售增长 去年是13.8% 国际是21.6% 那你可以看到 Fanchise Fanchise 这个带动的销售增长 在International是比美国更强 它没有分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 International是哪个国家 可能是很多国家都不出奇 但是我相信 在美国来说 没有一些 譬如说 印度 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是越南等等 那些增长这么快 我估计是这样 那这个 如果看一年 就不是那么 因为2020年有疫情 所以它就将它化为 做两年的销售增长 那大家很容易看得出 两年平均的销售增长 大约就是8% 那我们都说了 那最主要的销售增长 就是在美国 14.3% 跟着International 就是3.4% 其他的就是4.4% 主力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 主力 就是这个Fanchise 就是你倒数十年 其实这个跟哪个好似呢 跟这个周大福好似 周大福就是大量借自己的品牌 去跟别人开这个特区经营 因为你做特区经营 就不用成本了 而麦当劳增长 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加利加 这件事真的不一定 麦当劳是会买了 他是先买了那个店铺 这个店铺是我的 然后他就找你来供楼 然后他又不止找你来供楼 那又怎么样 就是你一定要租二十年 其实二十年 可能那个单位都已经供完 就是这样 接着他又怎么样 他就加你租了 他加你租 你想想一件事 他买的那个单位 没有人加到他租 但是他就加你租 那你想想 就是他是不是一定发 其实基本上 那他为什么会一定发 那么多人 离开麦当劳的Fanchise 都走去加入呢 因为麦当劳有生意保证 就是这么简单 麦当劳有生意保证 那接着就将所有的东西 全部进入你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Operating Income 那大家看到 美国 少了 之前是佔45 在2021之后 美国只是佔41 International就佔了44 其他就百分之十五 我为防那个图很乱 那就将19年 2020和2021 摆了下去 大家看到那个 直上那一条 就是Non-GAP Operating Margin 就是这个经调整后的经营日利 那个Margin 就是叫什么 经营日利率 这个名字很复杂 那大家看到 在2019年 是42.8% 很高的 40%多的Operating Margin 是很高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去到2020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有疫情 那就跌到只有36.7% 好了 去到去年 就已经去年的下半年 美国和很多地方 已经是取消了限制 就弹回到43.4% 那你还是见到呢 就是麦当努他加价的能力 他加价和成本控制的能力 其实是非常之顶尖的 因为你要加到价才行 你看到某一样东西 如果你加不到价 你的东西不好吃 哪里有人做Fanchise 其实Fanchise 那个差不多是冤大头来的 因为你是帮人交租 就是你帮人交租 你又帮人顶住生产线 你又帮人顶住那些广告 你想想你每一个月 交给麦当努的是4%的营业额 营业额 大佬 就是你顺利没有了一半 那还有 你还要不断交上期按金 还有他不断加你租 大佬 所有买的那些设备 乘机加的东西 大家想想一样东西 20年 你要买多少设备 他有多少不同的食品 你要买 他加你多少次租 分分钟一样东西 他那个佣金 是要加你都不出奇的 就是说你帮他工 其实等于你帮他工的铺 你帮他工的铺 他再加你租 然后所有食材 麦当努的机器 那些粉等等都会加你 全部加你了 即是说你开一个Fanchise 等于水雨给他这样按 只不过他按完你 你就按回客户 而已 因为他有一个铺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 你怎样才能做到这个铺 他有一个赚钱的保证 他不是傻的 他帮你计算过 如果你投资一间Fanchise 的麦当努 大概一年 是赚到十多万美金 即是出钱个人 其他那些当然是伙计 那些伙计不用管 赚那些是打工的 那你有十多万美金 就是简单说句 你就预算一年 一块港元左右 那你交损是你的事 那你想一样 你一个月大约是八万港元 一万多美金 那你想一想他赚得多 还是你赚得多 是吧 你想一想那个铺是他的 你帮他工完铺 二十年 那你想一想他那个铺值多少钱 都不知多少亿了 是吧 那你二十年你赚到多少钱 一年一百万 十年一千万 哈哈 十年一千万 二十年二千万 他只是一个铺 都不知多少亿了 是吧 对啊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首先说了上一集 如果我们一直这么说 可能大家就会很闷 就是会 一路这么说业绩 大家会很闷 所以我们先今集说了 麦当努业绩的上半集 那我们下一集就说另外一半 那你问我 作为一个投资组合 那大家看到螢光幕我们的鑽石狗 我觉得是应该有 我不是说要你买很多麦当努 但是呢 其实你可以买得多 这一类的股票呢 你买多些 开门口也不要紧 但是你自己决定 但是我觉得你的组合里面呢 有一两只这一类的股票呢 譬如说中电啊 譬如大家看到螢光幕 中电啊 港铁啊 领战啊 你的比例可以少的 其实比例可以少 没问题 譬如说大家看到螢光幕我们的美股 譬如NASDAB啊 Costco啊 台积电啊 这一类的股票呢 你可以买多些都不要紧 因为那些大价股 那些大价股 其他的那些呢 你可以买少一点 但是组合里面呢 是有少少多元化 就是不要说只是买死了一类 譬如说契妈的 之前是很集中的 全部是那些科网股 全部是科网股 全部是科网股 根本是搜不到的 其实那些是没得搜的 所以你看到它跌得很厉害 因为它全部是一个板块 那大家看到譬如我们的 不同的板块 譬如MasterCard的信用卡 NVIDIA就是科网 Costco就是超市 NASDAB就是指数 创货这些就是电钻 Unical那些就是Fast Retailing 其他那些是公用 所以你有一些不同的板块 会更好 尽量不要那么散 但就不要只买死了一个板块 那大家看到 今年我们的损失 已经是极速减到只有9% 那美银呢 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你看到我们的组合表现 是低过NASDAB的 慢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持有不少的现金 大家看到呢 我们持有差不多 三成的现金 所以可能无可避免地 我们都要入市 因为你持有太多的现金 接近三成的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美银50万也是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们的现金 都是超过接近三成的 那所以你看到 NASDAB就升到79 那我们的组合呢 只是72 因为我们持有相当多的现金 接近三成的 那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沽出了PayPal 那我想我们很快 都可能会增持多一只 那大家留意就可以了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那我们刚刚讲完这个港帖 那接着我会讲恒生 应该就够位讲了阿斯利康的 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订阅的 我们的网织 好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的就有 逢星期四的香港财经R 美股财经R YouTube 和我们的投资日志网织 收费的只有两项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PDF文字版 和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螢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那今天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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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